四月二十六號的大火 六位市民不幸身亡 八十九位市民不幸受傷 可是啊 這麼大的火災剛結束 如果這個時候還歌噪唱 趴噪開 你柯市府的大門可以關了 吳局長 你們消防局也是 乾脆關上大門 這一次要不是救火兄弟們 各個奮不顧身 吳局長 你第一時間就應該下台謝罪 你知道嗎 我會盡待調查結果 我負了責任 盡待調查結果 這是推脫嘛 柯市長 所以你今天回答我啊 你的陳主名單什麼時候出來 你柯市長 你要不要下招罪局 吳局長要不要負全責 誰該負責 誰該下台啦 柯市長 報議員我們的陳主名單會在禮拜四提出來 對啦 柯市長 你已經開始推脫了嘛 你不必再爭取連任啦 現在就有四黃三三 沒四柯文哲就對 黃副市長你下去 柯市長 這句答覆我要你跟我講 什麼時候名單出來誰要負責 吳局長要不要下台負責 就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制度就是說 我是非常反對少女婦運動 所以那種大的事情出現 說第二天可以提出陳主名單 那是不好的文化 我覺得還是要一個正風完整調查 該負什麼責任才決定 這是一個比較無名的政府應該做的事 你平常沒事 就依附一些企業大亨們 稍微有個風吹草動 然後你就切割得一清二楚 而且不但切割 還推給蔡總統 可是啊 這不是政治是非 這是人格問題 這是人格問題耶 去年 你否認 你說你不認識蔡衍明先生 跟他不熟沒跟他見過面 你還推給蔡總統 你說是蔡總統跟他捨乎 跟他常見面 好啦 蔡衍明公開打臉你 說你不但求見他七八次 而且還是從神旺飯店的貨門進去 所以啊 這個議員你講話 我有說我不認識他嗎 每次雙城論壇他都有來參加 你能不能像個男子漢 有擔當 是就是有就有 不要推脫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實那件事情 我覺得李明顯議員也在那裡 這誤會了 這七傳八傳傳人 我覺得那也不好 所以這個假新聞還是太厲害了 我相信李明顯議員也不是這樣講的 我們台北市難保哪一天如果千瘡百孔啦 那柯市長你也不再需要台北市民的支持了嘛 你也可以推個一乾二淨 好像台北市長都跟你無關 你不是台北市長 就像你在切割這些企業大亨們一樣 像個男子漢